大家好,这里是苏法侯批评书 今天跟大家继续要跨一跨我们黑暗时代 大黑暗降临的时代 竟然是一个女性的科学家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中国的女性的科学家 严丽梦 在这样的一个大黑暗降临的时代 居然是她一个人在坚守尝试 在勇敢的说出尝试 在勇敢的说出真相 严丽梦严博士 在美国有一个巡回的演讲 相当的让我感动 我们一定要说说要跨一跨他 不容易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的标题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样一个大黑暗降临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那些个假模 假实的科学家 真的 都已经丢失了灵魂 丢失了声音 丢失了常识 都已经出卖了灵魂 都已经与魔鬼为伍 都已经与难共舞 是吧 只有严利梦博士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自由 已经受到打压的国度 还在坚持的发出他的美丽而勇敢的声音 真的很棒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一期眼力梦 他在全美内外科医师的年会上发表演讲 坚定的说出常识 所以他一直以来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观念的战场里面 在像一个战士一样的在作战 你知道吗 真的 哎呀让我特别感动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话题 而且要批评一下我们这些个所谓的基督徒 批评一下我自己 真的 特别想说 严利梦是个很有争议的人 我不管 我就是凭着我的直觉判断力 凭着我的常识 但是我就感觉严利梦博士在这样一个大黑暗降临的时代 他真的在做最有意义的工作 他想一个战士 而我想一耸包 他想一个战士 而我们所谓的假不假实的有些个基督徒 在那里装孙子 真的是 其实你简单归结起来 严利梦这些个日子 无论是他之前在美国一十年会上的演讲 还是此时时刻在全美的一个巡回的演讲 我觉得就讲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仅仅抓住这个时代最大的命题 科学命题 这个武汉病毒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你不觉得这个时代太荒诞了吗 你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据说 据说号称是人类五千年历史 是科学的高峰时代 是人类的科学昌明的不能再昌明的时代 人类都已经有人工智能了 人类的科学年年都有科学 都是诺贝尔奖 年年都有新发明 年年人那时候感觉可以秒杀太阳系 秒杀宇宙 人那时候真的可以 哎呀 有一个美好的科学来支撑的 乌托邦的这么一个地上天国 马上就要建成了 但是在这个星球上 这个孤独的蓝色的星球上 弥漫了好几年的一个武汉病毒 我就不讲武汉病毒 OK政治不正确 叫所谓的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病毒这么一个玩意儿 它的发源是什么 道理从哪里来的 道理是个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科学家 不仅仅没有找到真相 不仅仅没有找到源头 反而还什么的不能说 不敢说 反而都闭嘴 知道吧 别人说还攻击 攻击别人 封锁别人的声音 不让说 不准说 这是个怎样荒诞的时代 是一个怎样黑暗的时代 哎呦 这个我一说起美国的问题 我就是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 然后就抱我激动 知道吗 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真的只有严利梦一个人 他勇敢的说出最常识的声音 就是武汉病毒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折腾了好几年了 对吧 我们都憋在家里憋疯了 对吧 经济都烂得不行 对吧 通货膨胀 全世界的全球性通货膨胀 都已经不行了 对吧 物价涨得不行了 大量的人失业了 对吧 还有这个什么 几亿人感染 还有几百万人死于非命 这么大的事情 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科学家们 据说你们很聪明 据说你们拥有这个是人类社会最高尚的 最聪明的 最智慧的大佬 你告诉我 你们能够稍稍把你的后背挺直的 说说能够找到原因吗 不要跟我装差行吗 所以我告诉你 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 都已经出卖了灵魂 出卖了嘴唇 真的 我们的嘴唇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的嘴唇是用来诉说真理的 我们的嘴唇是用来诉说灵魂的风景的 我们的嘴唇是用来诉说常识的 真的 我们的嘴唇是用来赞美上帝的 哈利诺威亚赞美主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的嘴唇自己给自己缝上了 拉链 不敢说话了 只有一个严厉梦 他说武汉病毒不是来自于动物 而是来自于中共研制的生物的武器 就这么简单 哎呀 我有时候看到这些情况 你说我这个时候 你跟我来什么理容课呢 除了严厉梦谁敢说这个话呢 没有人敢说 为什么严厉梦敢说呢 多勇敢的一个女子啊 真的 多真诚的一个科学家呀 然后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严厉梦说的 就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狗糙毛的中国共产党 隐瞒疫情 才造成了全球瘟疫的大流行 造成了灾难 这是个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尝试 我们从小就说 安投胜的故事 一个小孩说 皇帝看哪 没穿裤子 今天这个小孩就在我们身边 她是一个女性 她是个柔弱的瘦瘦的 真的是 戴着一个眼镜的女性 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在那骂她呀 攻击她呀 当你攻击她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呢 多少自以为信心爆棚的基督徒 多少自以为圣徒加圣的基督徒 多少自以为圣洁的光芒啊 这个照耀全世界的基督徒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们能勇敢的说出常识吗 你们能勇敢的那个说出真相吗 你们勇敢的说小说说那个皇帝没穿裤子吗 真的 严谨的事情 我其实我每次看到她的新闻呢 我都我都很感慨 我有我羞愧 真的 我很羞愧 我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怂抱 这个时代这么惊认的黑暗 全部又又这么一个弱女子来承担 她还不是个基督徒 真的 她不是个基督徒 她没有像我们一样去读圣经 可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明明写了上帝把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 就交给了我们 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 管理天上的鸟 地上的海里的鱼 地上的各种各类的动物 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躲在家里 我们在假不假是在 在祷告 真的在属灵 我们甚至与魔鬼为伍 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神圣的选票 投给这些个白左 投给这些个 靠恐怖主义 靠谎言 来控制这个时代的那些个地上天国的建造者 难道不是吗 你能像严谨梦一样勇敢的说出声音吗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时代之所以这么黑暗 之所以这么垃圾 之所以这么恐怖 真的 好多好多话我想说 我们说我们说以前我们都假不假是都1984老大哥在看着你 我们想象老大哥就应该就是习近平吧 老大哥应该就是柯格勃吧 老大哥应该就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古巴的什么什么卡斯托罗吧 就是伊朗的什么什么是霍梅尼吧 是吧 这都是一些过去的故事 我跟你说 今天的比比习近平比毛泽东 比霍梅尼比卡卡卡斯托罗更更恐怖的老大哥 比西藤勒更恐怖的老大哥 比西藤勒更恐怖的老大哥 他的名字叫人工智能 真的 今天的老大哥是一个无所不在的 过去的老大哥西藤勒他要监控你 他他真的是力有不大 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他只能用人来监控人 今天是用人工智能 我们今天这个人类生活的老大哥是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东西 他无所不在如隐随行 他就在你的身边随时随地 你无论你是躺下还是睡觉 今天的人工智能 眼人是上帝的 是上帝降临 真的监控我们每一个人 你知道吗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情 人类社会一直在干一件事情 就是要挑战上帝的秩序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为此 人类社会所有的知识分子 所有的媒体人 所有的科学家 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资本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 他们自以为是的 自信心爆棚的人 包括那些个自以为信心满满 自以为圣洁赵人的基督徒 都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人家天国 就是要把自己活生生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修炼成一个 灵修成一个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天使 真的 有人要把这个世界建成一个乌托邦的美好新世界 有人要把自己活生生的修炼成一个天使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真的 我每次说美国的 我有激动 一激动我就咳嗽 日光之下真的没有什么新事情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作为一个独圣经的人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真的很羞愧 我不如野营蒙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时代 它不是某些人作恶的时代 是人人都作恶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 不是那些个自以为正义加深 自以为道德造人 自以为知识丰富 自以为掌握了人类最紧急的科学家 来影响这个时代 而是由严利蒙这样的 柔弱的 非主流的 真的 这样的一些个知识分子科学家 来承担重担的时代 真的 我想说的话特别多 但是千言万言 我最想说的是 我们这些个所谓的基督徒 很早就把管理这个时代责任 拱手向上 让给了魔鬼 让给了流氓 让给了这一批 所以这个时代才黑 所以有人说 一个国家之所以败坏 是因为好人沉默 这个话 有一点点倒影 但是也只有50% 就说有人在沉默 你我在沉默 但是我们他们不是好人 我们是一帮见利忘义的 我们是一帮认怂的 我们是一帮一有风险就闪人的 我们是一帮看见主耶稣上了十字架 我们就做了收散的祸色 我们是一帮三次不认主的垃圾 真的 我们是一帮必须要用手摸一下 才能相信耶稣复活的 所谓的理性主义者 所谓的知识分子 什么东西 真的 我们还不如严厉梦 真的 你想想圣经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叙事 犹太人 道德招人 光芒圣洁 然后 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方式都如此的完美 永远守安息日 安息日绝对不做事情 虔诚 美好 家庭和睦 生活洁净 看上去真的像天使降临在这个世界 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惩罚他们 让他们成为奴 为奴 而在他们为奴的时代 居然是一个波斯的或者是巴比伦的 一个从来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 在那里展开他的正义的行为 难道不是吗 我今天在读这个以斯帖 你看以斯帖的 他作为一个 我们看以斯利的丈夫 国王 多有意思呀 是不是 多有意思呀 他是一个非常可莫真理的人 也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 真的 在那样的一个为奴的时代 不是那些个道德招人 圣洁招人的 所谓的法利塞人 犹太人 承担起一个时代的重担 而是一个以斯帖 这么一个嫁到外邦的 嫁给外邦的国王的这么一个犹太的女子 如果按照今天的人的眼光来看以斯帖的话 他是个什么人 他是个尤奸 你是一个犹太的后裔 你是个犹太的女子 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什么 外邦的君王 你不是女尤奸吗 你是要用石头砸死的人 这是个基督徒或者犹太人 犹太犹太教徒 应该是勇敢的拿起石头 去攻击了以色列 我们的基督徒这些年 干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有什么资格呢 我们早已把公义 上帝的公义望在一边了 真的 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那些基督徒 我自己觉得自己正义在身 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告诉你们 我就不怕得罪人 随便你们怎么说 我就敢指着我自己的鼻子说 在这样一个大黑暗降临的时代 我的存在 我的观念 我的行为 我的勇气 我的美德 我的行为 远远赶不上眼里梦 我给他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